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函数应用 数值日期年龄计算 我们用的是DAT、DIF跟TEST这两个函数 我们把Excel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 A蓝是C元的日期 但是注意到,它不是照标准格式 它是全部都数字 前四码是年份 第五、第六码是月份 第七、第八码是天 那B蓝的话就改成 前三码是年份 第四、第五码是月份 第六、第七码是天数 这样子 那算出它的年龄到底是几岁 那这个做法基本上有三种 我们切到份这边来说明 这种做法,第一个我先把它杀掉 第一种做法 一般来讲,我们会使用的是等号 DATEDIF 然后刮糊 注意到 我会用的是什么一个R R这个函数有没有 and TST 刮糊 我们要针对的储存格是 哪一个储存格 我们针对的是 V2储存格 然后呢 我们要给它的格式是什么 0-0-0-0 双括号 右括号 然后呢 逗点 这个日期把它变成了日期格式 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变成干嘛 算它 跟 today 系统日期 有没有 主流括号 这时候第2个参数是today 就是系统日期 那第3个参数 差距 我要算它差距什么呢 我要算它差距的年份 就是年龄嘛 年份 然后Enter 它就跟你讲5年 有没有 然后点两下 就算出来 这边呢 全部都是干嘛 每一个的 年龄 然后呢 我们要讲第2种方法 第2种方法呢 是等号 一样是 DATE DIF 刮糊 注意到 我现在呢 再加上TST 这个函数 第一个值是哪一个值 注意到V2储存隔 V2储存隔 加上 1911年的 怎样 0000 注意到 为什么要加上1911年 注意到 1911年 开始是民国 一年 然后 月跟日呢 我基本上都不加 加这个是为了把它变成年 变成西元的年份 有没有西元的年份 好了以后来 逗点 双刮号 双刮号 一样是0 减00 减00 把它变成日期格式 没有 变成日期格式 变完日期格式以后 逗点啊 我们要输入DAT DIF 第2个参数 today 跟today这个日期 相差 多少 什么年 所以第3个参数 是双刮号 Y 双刮号 然后 右刮号 然后 Enter以后呢 他基本上 注意到一件事情 TST 不小心把刮壶弄进去 这里没有右刮号 不好意思 出来 有没有 也是5 5岁 有没有 然后算出来就这样子 一模一样 这样子方式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到 第一种的做法 只限于什么 地区设置是台湾的电脑 才可以用 就是这个格式 一定要 干嘛地区的 它才有R这个格式 不然你没办法使用 没办法使用 所以一般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是用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比较标准的 比较标准方式 然后第3个方式 注意到我们刚刚都针对的是什么 B2储存格 所以我们现在要针对的是A2储存格 直接它已经是 C元的 所以等号 DATEDIF 刮壶 TST 左刮号 我要针对的是A2储存格 然后格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双刮号 0-00-00 把它变日期格式 然后好了又来 逗点第2个参数 TODAY 就是系统日期以后对不对 相差的年份 双括号 Y 双括号 右括号 所以干嘛 这样子算出来 系统日期 到 C元的日期 将中间差距多少天 然后把它转换成年数 年数 Enter 所以我们来一样点两下 就算出来 它的税数了 那这三种做法都可以 看你要哪一种做法 好 那你做法 那你做法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